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,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,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我与老公在外打拼三年,终于成了小有名气的富豪,依锦还乡过年。 然而,当我们踏进门口的那一刻,双双傻眼。 只见,我的小外甥正骑在我女儿身上,狠狠地抽着耳光。 那一刻,我怒了。 不顾老公劝阻,回手直接掀了一桌子的年夜饭,带着女儿住进新买的大别墅。 然而,他们一家阴魂不散,找上门来,祸患不断。 还没过初期,熊孩子就把自己做死了,今天是大年三十儿。 一路上张灯结彩,红绸伴着锐血飞扬。 我跟老公早早就出发,打算回老家过一个团圆年。 当初,父亲在外欠了赌债,突发脑穴栓去世,留下了几十万的债务。 家里穷的已经揭不开锅,我没有办法,只能忍痛抛下年幼的女儿,毅然决然地决定与老公进城打拼。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,我们终于在城里打拼出一番天地,开了连锁的火锅店。 直到过年前夕,我与老公才闭店回家,踏上了归途。 一路上,我的心里都是极为忐忑与激动的。 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见过我的女儿西西了,也不知道她现在还会不会认得我。 在视频通话中,我总是觉得这孩子与我有些生疏,目光躲躲闪闪。 现在,我总算能将她接到自己身边抚养,好好地补偿这两年的时光。 可当我和老公提着无数珍贵礼物,走进家门的一刹那,我愣住了。 只见,我的侄子张家乐正将一个小女孩死死压在身下,不断地往甩脸上甩巴掌。 嘴里还念念不停,小贱人,竟然敢咬我,看我今天不打死你,还指望着你爸妈来接你。 我告诉你,他们怕是早就已经不要你了。 顿时,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窒息了,眼泪不由自主地从脸上滑落。 就算看不见那个女孩儿的脸,但我依然一眼就认出来,那是我的女儿西西。 助手,你在做什么? 我老公大声怒吼,先我一步将张家乐揪起来。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,上前就是六,七个耳光扇在张家乐的脸上。 直到她嚎叫声引来了屋里人,我才被老公拉到一边。 我妈,我哥还有嫂子急冲冲地从里面冲了出来,叫嚣着,儿子,谁欺负你了? 张家乐的哭喊声还在继续,可我却完完全全将其无视个彻底。 满心满眼,都是我的心头肉。 我女儿躲在老公身后,怯生生看向我,我的眼泪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了。 西西,到妈妈这里来。 她浑身止不住地颤抖,一个劲地往后面缩。 我老公是一个一米八的东北壮汉,此时也是热泪盈眶,将西西抱到了我的身边。 在我触碰到她的那一刹那,我感觉到她竟然只穿了一件单衣单裤。 现在外面可是零下三十度啊,她怎么会穿得这样单薄? 还不等我出言询问,我嫂子罗兰率先提着扁单冲过来,贱人,竟然敢打我儿子,我弄死你。 我老公自然也不是吃素的,一把扯过扁单,将她扔进了猪圈。 我红着眼眶,看向母亲和哥哥,你们就是这样照顾西西的。 我妈似乎也没有料到我们突然回来,面色有些不自然,但还是弱弱开口,这不是挺好的吗? 挺好。 你口中的挺好,就是任由张家乐欺负西西,就是冰天雪地里给她穿单衣。 我历生怒吼着,整个人气得止不住颤抖。 当初,我抛下孩子出门赚钱,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。 现在,我的亲生女儿却是被人如此灵虑。 我好吃好喝地往家里游寄,每个月的生活费更是只多不少。 换来的是什么? 是肥头大耳的张家乐,还有瘦小孱弱的西西。 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,抱起西西就打算往车里走去。 我妈健壮,连忙在前面拦住, 闺女啊,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,又何必这样闹呢? 我闹?你看看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好事? 我已经哭得气不成声,眼泪都已经与睫毛凝结在一起。 我哥也冲上了阻拦,娟子,张家乐欺负兮兮,是我没有照顾好。 你放心,我一定会好好教育她的。 说着,她一脚踹在张家乐的屁股上,怒斥道,还不快点跟妹妹和姑姑道歉。 张家乐不情不愿地走到我面前,说了一声,对不起。 我不再理会,自顾自地向前走去。 就在我即将踏出大门,只听身后传来一阵哭嚎声。 老头子啊,你快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女儿,她三年没有回家,一回来就急着要走啊。 不笑啊。 你快显显灵,好好教育娟子。 我脚下一顿,停在了原地,想起了我的父亲。 他去世这么长时间,我还从未在他坟前上一炷香。 我老公也将我拉住,小声劝道,算了,大过年的,总要回来看看咱爹。 我们就住一宿,明天起早出发。 我泪眼朦胧地看了眼兮兮,最终还是决定留在这里。 晚上,村子里的其他亲戚也陆续来到我家吃年夜饭。 自我父亲去世以后,我便再也没有看到如此热闹的场景。 二叔、三叔一家全都来了,一大家子十几口人,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。 我纵然心中有千万般怒气,但也不好在这大过年发作。 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,从西西口中得知,她这两年多以来,一直被罗兰和张家乐欺负。 我妈和哥哥也都只是站在一边,冷眼旁观,谁也没有多说一句。 怪不得,我从前像汤圆一样白白胖胖的女儿,现在竟瘦成了皮包骨。 我将她死死抱在怀里,西西,妈妈错了。 西西靠在我的肩膀,如孽着,妈妈,你以后还会丢下我吗? 不会了。 以后都不会了,妈妈带你回家,住大别墅。 饭桌上,罗兰对我冷嘲热讽,似乎在为我打她儿子的事情报复。 娟子现在可是不一般,在家也能腰五喝六,简直是不把妈放在眼中。 我妈看了我一眼,并没有说话,只是眼神中带着几分不悦。 罗兰依旧自顾自地说着,不断地将矛头指向我和老公。 你们两个人穿得人模狗样的,是不是挣大钱了? 哦,不对,恐怕是欠了一屁股债,灰溜溜地被人撵回来了吧。 我正要拍阿尔起,是被老公安抚住了,他朝我摇了摇头。 他知道,我心中对亲情的渴望,所以从进家门开始, 就一直在安慰我,以免闹得太僵。 罗兰还在喋喋不休,那张嘴仿佛是租来的一样,不断地搅老婆舌。 他一直都是这样,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着, 这次可算是逮着我,自然不会罢休。 第二章突然,我感觉到对面有一道不善的目光,正在死死地盯着我。 我顺势看了过去,是张家乐。 他怕是已经记恨上我了,正想着如何报复呢? 果然不出所料,下一刻,我放在炕烧的手机被他重重摔碎在地上。 而他还在不断地拍手叫好,嘴里还念念有词, 略略略,让你揍我。 我脑海中,闪过一万种教育熊孩子的方法,随后一巴掌打在了他的后脑勺。 张家乐没想到我会突然动手,咧个大嘴嚎啕大哭,哇,哇,啊, 罗兰一看见他的宝贝儿子哭了,顿时一个箭步冲了上来,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 小贱人,你两三年不回来一次,我为你养了这么多年女儿, 你不知感恩,还动手打我儿子。 他一边嘴里念叨着家谱,一边张牙舞爪地冲着我而来。 我自然不会灌着他臭毛病,将心中隐藏的全部怒火一起爆发。 反手直接一把将桌子掀翻,重重地砸在他的脸上。 请客间,整间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,纷纷看向满身饭菜的罗兰。 随着一声尖叫,罗兰将脸上的菜扒拉下来,整个一泼腹样子。 我妈和哥哥也都变了脸色,纷纷出言怒斥我。 娟子,你非要在大过年这天,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吗? 我妈语气不善,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几分怨队与冰冷,早知道这样,你还不如不回这个家。 我哥哥也是满嘴脏话,差一点要对我动手。 若不是有我老公护在身前,恐怕他早就已经像小时候那样,将我压在身下暴打。 怀中的嘻嘻杯这一幕吓坏了,哭着扑进了我的怀里, 妈妈,我想跟你回家。 这一句话,顿时让我紧绷得心弦断了,眼泪再一次止不住地流出,好。 我们回家。 我丈夫也前妻我的手,温柔冲着我笑了笑,别怕,还有我在,我带你们回家。 在场的众人都没有想到,我会在大过年这天,走得那样决然,一个个待在原地大眼瞪小眼。 罗兰尖锐的声音还在谩骂,让他走。 一个穷逼也敢有这么大的脾气,直到我二叔家表哥忍不住,出言打断了他,你口中的穷逼,可是城里的大富豪,开了几百家连锁火锅店。 什么?在我踏出门的前一刻,我勾起嘴角冷冷一笑。 本来,这次回来是想接他们一起到城里住,既然这帮人如此不知好歹,那我也乐得清闲。 大年三十的夜里,我们一家三口迎着刺骨寒风,离开了那个小山村。 我心里难受,压抑地喘不过气来。 我不理解,明明是一家人,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恶意。 我与丈夫辛辛苦苦在外打拼,寄回来的钱足够他们高品质生活。 可现在,我只看到一个个的恶意与嘲讽,丝毫没有半点亲情。 罢了,终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 自小,我便是被母亲打骂,被哥哥欺凌,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丝慰藉。 若不是因为父亲,我今天也绝不会留在那个家里。 我偏头看向西西,发觉她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。 正与我老公哈哈大笑。 也好,离开那个重男轻女的家,对我,对女儿都好。 刚一到家,我便带着西西参观了早就为她准备的公主房。 整个别墅足足有三层,西西笑着上窜下条, 似乎回到了两年前活泼开朗的样子。 年夜饭,我们都没有吃什么,老公贴心地准备了火锅,以及许多新鲜的食材。 身为连锁火锅店的创始人,家里怎么可能没有新鲜的食材呢? 大年三十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火锅旁,透过落地窗,看万家灯火,赏绚烂烟花。 我想,这也许是家的味道。 一日一早,老公早起准备好包饺子的食材,我与西西捏着面团,好不快活。 很快,一大锅饺子便已煮好,蘸着葱花酱油,吃得美滋滋。 突然,我听见门口传来一响,紧接着便是一阵急促地拍门声。 娟子,娟子你在吗?我投过门口的监控,看到了妈带着哥哥一家,大包小果地站在门外。 老公抱着兮兮也问询赶来,我面色不善地把门打开,你们来做什么? 嫂子一反昨天的态度,笑意盈盈地握住我的手,娟子,昨天都是嫂子不对,这不,今天来给你赔礼道歉。 说着,她将她手中的那两袋,破橘子烂苹果递了过来。 我下意识地侧身躲闪,冷眼看着他们一家人。 哦,你的道歉我收到了,回去吧。 说吧,我便急着要把门关上,不愿意看到这些倒胃口的人。 我妈一看形势不对,忙站出来道,闺女啊,这大过年的,不就是图个团圆吗? 你放心,我们绝对不会多住,初期走完,亲戚就回去。 她语气中带着几分请求,让我的心也不禁软了下来。 哥哥也出言道,是啊,你看这大初一的,路上也不见一个车,你忍心把我们赶出去吗? 罗兰见缝插针,不断地向我道歉,是嫂子不对,嫂子错了。 我紧紧皱了皱眉头,让出来一条道,你们进来吧,初期一道,你们赶紧离开。 当时我想着,好歹是一家人,事情也不能做得太绝,就留他们住两日罢了。 可没想到,很快我就会为现在的举动,悔不当初。 他们一进来,便将行李重重地放在地上,开始四处打量着。 妮儿,看来你真是挣大钱了,竟然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 是啊,妈,咱们家就数娟子最有出息,以后一定会把你接来孝敬你的。 哇哇哇,玩具车,这些人第一次见这么豪华的别墅,一个个眼睛都放光。 我让老公带着西西上楼去,自己独自冷眼看着这群人,心中不禁冷笑。 这个罗兰,想得倒是挺美。 这算盘打的,我在火星都能听到了。 刚开始的一晚,他们倒是没出什么幺蛾子,一个个待在房间里,消停得很。 罗兰也破天荒的勤快,张落了一桌子的饭菜。 等到初二的晚上,我与老公正准备明年的工作计划。 西西则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,用平板看喜洋洋与灰太郎。 突然,我仿佛听到西西的哭喊声,吓得一个机灵站了起来。 老婆,你怎么了? 我的心脏跳得极快,仿佛要蹦出来一般。 冷声开口,你有没有听到? 咱们的西西正在哭。 老公神色也变得凝重,随后与我一同冲了出去,直奔西西的房间。 第三章,当我与老公下到二楼之时,西西哭喊叫嚷的声音越来越大。 我心头一颤,与老公冲进她的房间内。 眼前的一幕,顿时让我怒火攻心。 只见,张家乐正栖身压在西西的身上,不断地挥着拳头,大喊大叫,把平板给我,平板是我的。 西西的哭喊声极为凄厉,让人听着都不由的一阵揪心。 这一次,我老公再也忍不住了,直接将张家乐提起来,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 上去使劲地踹在她的身上,每一下都是发了狠,将张家乐踹得说不出话来。 哎哟,我的宝贝孙子爱。 我妈出现得非常及时,将张家乐护在了身后。 我将西西抱在怀里,感受着她止不住地颤抖,轻轻地安抚着她,不怕,妈妈在。 只见,西西的脸上带着几块瘀青,嘴里不断地涌出血液。 我慌了,连忙大喊,老公,快来看看西西怎么了。 我老公一个剑步冲上了,眼圈有些发红,检查了半天,她才松了一口气,使牙齿出血了。 倒在地上的张家乐还在不断地叫嚣,让你不给我,我要打死你这个死丫头。 此话一出,我老公再次冲向张家乐,但被赶来的哥哥和嫂子拦下了。 二人疯了一般,朝着我老公撕打,战大雷,你要干什么? 但是,他们夫妇岂会是我老公的对手,三下五除二,便被重重摔在墙上。 一时间,房间内哀嚎不断。 我妈夸张地大叫,杀人了,女儿和女婿合伙杀人了。 我再也忍受不住他们一家人,大声吼道,张家乐刚刚在打嘻嘻,你们一家人难道没看到吗? 我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无赖道,小孩子之间吵吵闹闹,咱们大人跟着凑什么热闹。 再说了,不就是一个破机器吗?给我们乐乐看一下,怎么了? 你奶奶个腿。 我老公大怒,一拳砸在了墙上,直接出现一个小坑。 许是他们心虚,也或许是都被吓到了。 罗兰灰溜溜地从地上爬了起来,笑着开口,也不是什么大事,大家快睡吧。 果然,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,都会有一个熊家长。 张家乐今天对嘻嘻做出如此霸凌的行为,他们就这样一笑而过,真是罐子如沙子。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,半天才开口,你们明天全部搬出去,这里不欢迎你们。 说完,我抱着嘻嘻和老公回了房间,认身后之人如何哭闹,我都无动于衷。 我将她身上的伤处理了一下,心里揪着一般的疼,喘不过起来。 一晚上,嘻嘻睡得都不踏实,紧紧地抓着我的手,身体不住地打颤,都是妈妈的错。 我心疼地摸了摸她的头发,下定决心,一定要将他们这些人全部赶出去。 初三一大早,我便将所有人的行李全部丢到外面,将张家乐提起来丢了出去。 我妈和哥哥对着我破口大骂,罗兰甚至动起手来,将好好的花瓶砸了个稀巴烂。 我冷冷一笑,指着地上的碎片,这是清朝时期的青花瓷,价值五百万,陪吧。 此言一出,他们三人顿时沉默了,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 罗兰甚至一脸吃了屎的表情看着我,满眼都是不可置信,这一个破瓶子,要五百万? 还不快滚,不然我立刻报警。 我指着门口,冷声道。 这一次,他们再也不敢多说一句废话,灰溜溜地滚了出去。 老婆,那瓶子不是咱们自己做的吗? 此刻,门外的三人词也后知后觉,反应过来,被我耍了。 站在大门外破口大骂,引来了无数邻居开门旁观。 但是,无论他们怎样叫骂,我就像是听不见一样。 直到他们骂累了,才拖起大包小果的离开了。 我也松了一口气,可算将他们这群人送走了。 按照习俗,在初三这一天,我们应该要去走亲访友去拜年。 我给西西穿上一件红色的小旗袍,梳了一个漂亮的丸子头,美美地带着她去了表哥家。 刚一到楼下,我便听到噼里啪啦的放鞭炮声。 一开始,我还没注意,以为是谁家为了热闹,放几个鞭炮鹰结起。 直到,一枚小小的摔炮落在我的脚下,将一块石头蹦碎。 无数的小石子冲着我和西西飞了过来,还好我老公反应及时,将我们二人护在怀里。 楼下路过的人都纷纷躲避,甚至有人站在楼下开始大喊, 谁家往楼下扔鞭炮,不要命啦。 随后,又接二连三地从空中飞下来几颗摔炮,我连忙护住西西躲开,顺势向上看去。 只见,张家乐正探着头,从五楼向下看,脸上带着几分阴逸的笑容。 甩手又扔下来几颗,将路边的雪堆炸得四散。 此刻的我,已经按捺不住心中那四十米大刀,将西西一把塞到老公的怀抱里。 自己则是熊啾啾气昂昂地冲上楼,打算教训那个熊孩子。 当门开的一瞬间,表嫂冲着我使了个眼色,眼中带着几分无奈。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,只见我妈和哥嫂三个人,正在人家客厅里鬼哭狼嚎。 那场面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有多大的冤屈呢? 大刚,我家那个不孝女,竟然将我们都赶了出来。 你疏走得早,我命苦啊,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,一时间也被惊到了。 表嫂在我耳边轻声道,妹子啊,你快躲躲,别跟她们正面冲突。 我冲着她轻轻一笑,随后拍了拍她的手,放心,交给我。 下一刻,我大不留心地冲了进去,不理会我哥他们异样的目光,直接推开阳台的大门。 此刻的张家乐还在自顾自地往楼下扔摔炮,嘴里还不断叫嚣,炸死你,炸死你们。 那一刻,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,直接一把薅住她的脖领,上前就是几个大脖溜子。 张家乐立刻发出杀猪一般的叫声,大喊着奶奶,爸,妈,她又打我。 客厅中的几人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,将张家乐护在身后,怒目圆睁地看着我。 张大妮,你现在是翅膀硬了,竟然敢打我的宝贝孙子,看我不打死你。 我妈像一个泼妇一般,鬼哭狼嚎地向我冲来。 若不是有表哥表嫂拦着,她恐怕早就已经扑到我的身上,对我拳打脚踢。 我站在一边,气不打一处来,指着他们大声道,这个熊孩子,刚刚在楼上往下扔摔炮,差一点炸到我们。 什么? 我此话一出,表哥表嫂也都震惊了,纷纷看向张家乐。 乐乐,你怎么能这么做,这样很危险的。 说着,表嫂就要上前,将她手中的摔炮拿走。 然而,张家乐却是死死拽着不松手,胡乱踢得双脚,擦着表嫂的肚子而过。 要知道,表嫂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,若真是被她踹到,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 纵然表哥脾气好,此刻也发了怒,大吼道,张家乐。 你不要太过分,哥,你怎么能这么对乐了呢?都给她吓哭了。 罗兰丝毫没有意识到错误,语气中还夹杂着几分埋怨。 第四章此刻,就算我表哥和表嫂有再好的脾气,都被这些人磨没了。 张家乐还在一直叫嚣,手中摔炮,一个个扔了出来。 顿时,霹雳巴拉地声炸起。 阳台的地方本来就小,再加上她故意往我和表嫂的脚下扔。 吓得表嫂不断向后退去,脚下一歪,差点滑倒。 幸亏我眼疾手快,将她稳稳扶住。 骂得。 是可忍赎不可忍,书可忍审,都不能忍。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,将挡在张家乐身前的哥哥推倒。 从我妈手里将张家乐抢了过来,狠命地扇了几巴掌,我让你扔。 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你。 她不断地挣扎着,将摔炮罩着我的脸打来。 真是恶毒。 我立刻松开它,向后躲去,才避免受伤。 一颗摔炮冒着火星,落到了晾在阳台的衣服上。 冒气浓浓黑烟。 不好,快拿水。 我连忙大声喊道,将衣服重重率先地上。 表嫂抓起旁的矿泉水,浇了上去,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。 经历这些惊吓,表嫂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。 而一旁的罗兰还在给她加油打气。 对,儿子,干得漂亮。 炸死她,烧死这些个坏女人。 我妈怨恨地看向我。 表哥表嫂也没有想到,他们竟然如此纵容张家乐,丝毫没有教育她的意思。 表哥冷下脸,沉声道,滚出去。 大过年闹成这样,我家不欢迎你们。 她一边说着,一边把他们往外推。 我妈面色难看到几点。 大刚,你难道真不顾亲情? 大过年的把我们往外推。 是啊,你们家难道就是这么待客的? 我哥和罗兰也在一旁叫嚣。 不就是扔几个摔炮吗? 有什么大不了? 儿子,放心晚,有什么事儿妈担着? 我再一次佩服他们的不要脸。 大过年的在表哥家闹得鸡犬不宁,还差一点引起火灾。 竟然还能够厚颜无耻地说出这些话,真是奇葩一家人。 就在场面一阵混乱之际,张家乐大叫一声,将整整一盒的摔炮扔出了窗外。 你做什么? 我惊呼着想要阻止,但已经为时已晚。 摔炮被扔在楼下,噼里巴拉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。 表哥再也忍不了了,直接怒吼,都给我滚出去。 就在那些人继续胡搅蛮缠的时候,突然楼下传出来一声哭喊。 随后,就是一群人纷纷议论的声音,这是谁家扔下来的爆竹。 真是可怜,大过年的竟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。 究竟是哪家的熊孩子? 给我下来。 我心中生出了一个不好预感,一把推开他们,趴在阳台向下看去。 只见,楼下围了一圈的人,隐隐约约还能看到,洁白的雪地上有一片暗红色。 我心下一慌,连忙寻找老公与西西的身影。 发生什么了? 罗兰怯生生地声音传来,点着脚想要看过来。 表哥面色不善,转头看向他,张家乐扔得摔炮,好像炸死人了。 你说什么? 这怎么可能呢? 我妈一听,语调升高了几度,也趴过来看。 哎呀妈呀,还真有血,快走,我们走。 我妈抱起张家乐,就向门外走去。 表扫兰在他们身前,挡住了他们的去路,你们不能走,这是逃逸。 什么逃逸,我们可什么也没干。 我哥耿着脖子,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 我心中一直慌慌地,不看到西西,我不放心。 就在这个时候,楼道内传来了喧嚣声,我隐约听到老公的声音。 很快,老公和西西带着一大群人,呜呜泱泱泱地走上来,指着张家乐大声道,就是这个熊孩子,是他扔得摔炮。 战大雷,你在胡说八道什么,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? 罗兰上前一步,指着我老公的鼻子大骂。 就在这个时候,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出来,我亲眼所见,就是这个孩子扔的。 我将西西抱在怀中,生怕他受到半点伤害。 突然,一个绑大三粗的男子,怀中抱着一个满是鲜血的狗,走上前来。 他将我的狗炸死了,我要他尝命。 说着,就挥着拳头,冲着张家乐打了过来。 罗兰看炸死得成一条狗,顿时松了一口气,大叫着挡在了张家乐的面前,不就是一条狗吗? 何必发这么大火? 我哥也是满脸不在乎的样子,畜生罢了,大不了我们陪你一只。 陪? 说得好听,你们陪得起吗? 壮汉气的眼睛发红,隐约能看得热泪打圈。 能看得出,他跟那条狗的关系很好,视为家人的那种。 那狗狗的身上,穿着极为精致的衣服和小鞋,毛发正亮,一看就是被人用心呵护的。 一条狗而已,有什么赔不起?给你二百块钱,够了吧。 我哥从兜里随手掏出二百,扔在了那人的脸上。 这下,可是彻彻底底把人惹火了。 那壮汉抱着狗,浑身上下血淋淋的,挥拳就砸在了我哥的脸上。 我妈和罗兰上前拉架,都不可避免地被痛揍了一顿。 尤其是张家乐,被踹了十几脚。 场面一时间不受控制,我表哥将嫂子和我们一家拉进屋,避免被波及。 随即,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我看到自己的血肉至亲被揍,心中没有半点的担忧,倒是生出了几分痛快。 他们一家就是嚣张跋扈惯了,这一次算是踢到了铁板上。 警察来了以后,他们才被解救出来,一个个脸上都挂着彩,看起来狼狈至极。 很快,我们也都一起,被带到警局询问。 在坐上警车的那一刻,我心中无语至极。 拜那一家老小所赐,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警车。 谁家大过年的,还被带到警局,真是晦气。 最后,警察要我哥哥赔偿十万元,那壮汉也因为打人。 面临被拘留的处罚。 那只狗,血缘正统,全国都找不出来几只,可以说是狗中贵族。 然而,我那哥哥根本没有办法拿出那么多钱,只能出具了谅解书。 双方达成协议,我哥一家还要再赔偿人家五万块。 我和表哥一家冷冷看着这一切,心里都常舒一口气。 妮子,大刚,你们可要帮帮我呀。 我哥恬不知耻地向我们求救。 当然,我和表哥都是十分默契,装作看不见的样子,各回个家。 好好的一个年,因为我哥他们一家,过得稀巴烂。 幸好,他们一家人已经灰溜溜地跑回家,还将所有的积蓄拿出。 此后的几天,我从表嫂那里得知,我哥将所有的亲戚借了一遍,最终只筹集到两万块。 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,大过年去别人家借钱,他们还是独一份。 我听着他们的下场,心中痛快极了,连饺子都多吃了好几个。 第五章然而,还没消停两天,我家里又来了不速之客。 我妈,我哥,我嫂子,还有张家乐那个熊孩子再一次站在我家门口。 妮子,快开门,这次只有你能帮你哥了。 我在里屋看着监控,内心没有半分波动,甚至还有些想笑。 我傻吗?还会让他们当冤大头? 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,都绝无可能。 张大妮,你一个女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,最后不还,都是你哥的。 你现在把钱拿出来,我们还能考虑把这栋房子留给你。 不然,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 他们的话字字句句都透露着笑话,让我和老公笑得前仰后合。 我的钱都给我哥,给我剩个房子。 不客气,这简直是我新的一年里,听过的最大的笑话。 任他们如何叫嚣哭闹,我都不理会分毫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。 初六那天,我和老公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菜,又又又又又又又包了饺子。 在我们大东北,过年是要连续吃好几天的饺子。 不出正月,饺子不下桌。 酒足饭饱后,我们一家人订了电影票,开着车直奔电影院。 带到我们再次回来,就看见我妈他们抱着张家乐,坐在了我家门口。 一看到我,便直愣愣地扑了过来, 妮子,快点救救你外甥,他食物中毒了。 我看向怀中的张家乐,此时的他面色惨白,嘴唇没有半分血色,出气多进气少。 食物中毒,那你们送医院啊,来找我做什么? 我挑了挑眉,满不在乎道。 已经洗过胃了,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病,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。 你能不能再收留我们一碗? 罗兰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,哀求着。 我想起他们从前做的那些事,狠了狠心,不能。 闺女,求求你,妈求你了。 我妈老泪纵横,直接一下子跪倒在我面前。 我也被她这举动吓了一跳,向后退了半步,心中有些酸涩。 我老公健壮,急忙将她从地上拉起来,这样吧,别墅后花园有一处木屋,你们就住那里吧。 行,我们不挑,只要有个地方就可以了。 我哥连连点头,生怕我们后悔。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一家人,让老公安顿他们,自己带着西西回了房间。 大早上,我就听到一阵喧嚣吵闹声从楼下传来。 我与老公对视一眼,匆匆忙忙地赶到楼下。 只见,张家乐在一楼客厅跑来跑去,将沙发上的抱枕扔得到处都是。 我妈和我哥一副大爷模样,盘腿坐在沙发上,将瓜子皮土地满地。 瞬间,我血压飙升,直冲添灵盖,差一点昏倒。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? 谁让你们进来的? 我精神有些崩溃,面对着阴魂不散的几人,恨得牙痒痒。 我们看一楼的花园门,没关,就进来了,外面实在太冷了。 我哥善善开口,熊孩子不亏是熊孩子,昨天还奄奄一息的张家乐,今天就满血复活。 在客厅里跑来跑去,就像是撒了欢的野狗一样。 罗兰从厨房端出来一盘饺子,笑着招呼我们,妮子,大雷,快点叫熙熙起来,一起吃早饭。 我看着她的样子,心中闪过一丝疑惑,站在原地愣了片刻。 今天,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吗? 一向刻薄的罗兰,怎么会如此反常? 女儿熙熙打着哈欠从楼上走下来,有些迷茫地看着我。 路过餐桌时,罗兰拿起一颗滚烫的饺子,就打算往她嘴里塞。 兮兮下意识地向后躲去,这才避免被烫伤。 我连忙将她拉过来,道,嫂子,我先带着她去洗漱,你们先吃吧。 张家乐蹦蹦跳跳地过来,奔着饺子就去了。 还不等她上手,就被罗兰阻止了,不是刚吃过早饭吗? 这些是留给姑姑他们的。 张家乐被拉到一边,开始大哭起来,躺在地上撒泼打滚。 我连忙拉着老公和西西上楼,总觉得她今日有些黄鼠狼给鸡拜年,没安好心。 当我们再次下楼的时候,那两盘饺子依然摆在饭桌上, 冒着细微的白烟,快来吃吧。 罗兰招呼我们坐下,将碗筷递了上来。 西西拿过筷子,刚夹起一个饺子,便被张家乐冲上了打掉了。 随后,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,双手并用往嘴里塞着饺子。 顿时,罗兰脸上大便,上前从张家乐的嘴里不断扣着,吐出来。 你快吐出来。 我妈和我哥也坐不住了,急急忙忙地冲了上来,将饺子从张家乐口中抠出。 我被他们这奇怪的举动,弄得满头雾水,和老公大眼瞪小眼。 然而,下一刻,张家乐浑身止不住地抽搐,口吐白沫,整个人昏死过去。 叫救护车,快叫救护车。 罗兰仿佛如厉鬼一般大叫着。 带到120来的时候,张家乐已经不行了,呼吸都已经变得微弱。 直到他们上了救护车,我才从这场变故中反应过来。 他们在饺子里下毒了。 老公知道事态的严重性,急忙打了110报警,还将别墅内的监控都调了出来。 就在昨天晚上,他们一家人住进木屋后,张家乐就立刻生龙活虎,一点也看不出生病的样子。 他们足足密谋一个晚上,一大早便撬开了一楼花园门,将笛笛味注射进肉馅中,包了饺子。 最令我心寒恐惧的是,这下毒的想法竟然是我亲生母亲提出来的。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计谋,想要下毒毒死我们一家,夺取全部家产。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,我昏迷过去,那颗充满亲情的心,死了。 当我再次醒来,警察已经把一切都调查清楚,抓走了我妈和我哥。 只留下罗兰在医院,等着张家乐抢救结果。 然而,他们下的是笛笛味,再加上摄入量过多,张家乐就回来的几率微乎其微。 最终,张家乐还是死在了抢救室,年仅八岁。 我妈,我哥和罗兰,以投毒罪,故意杀人罪被抓走。 以后的日子,他们恐怕只会在监狱中度过了。 这一个春节,还没过初期,他们一家全部进了监狱。 熊孩子也是自己作死,误食了有毒饺子,最终没有活过这个春节。 后来想想,我还是应该感谢张家乐这个熊孩子。 如果不是他生性霸道,将熙熙的筷子打掉,恐怕现在家破人亡的,会是我们一家。 其实仔细想一想,也是极为可悲。 我的亲生母亲和亲哥哥竟合谋给我们一家下毒,只为了夺取我的家产,丝毫不顾这么多年来的亲情。 而更加可悲的是,在回家过年之前,我与老公早已准备好几处房产与股份。 打算年后过户,也算是感激他们一家对女儿的抚养与照顾。 可谁料到,人生世事无常。 新的一年,还没过初期,一家人整整齐齐坐进了监狱,熊孩子也把自己做死了。 正月十五那天,我特意带了饺子去监狱看他们。 我妈和哥哥仿佛老了十几岁一样,不断地向我道歉忏悔。 罗兰早在前几日受不了打击,得了精神病,从医院楼上一跃而下。 所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,我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。 外面烟花绚烂半天,我与老公一起抱着嬉嬉,看万家灯火阑珊。